新鮮流行多一點 煩惱壓力少一點 健康有機再多一點 職場乾苦 推開一點 生活、資訊、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上載囉 最有料、最新奇、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數位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回到第二小時的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現場來賓是水泥宮阿虹師傅 阿虹師傅早安 阿姨早 早安 阿虹師傅的粉專就叫水泥宮 顧名思義他本身就是做這個工作的 那因為我們剛好之前看到媒體有報導 說這個阿虹師傅不僅僅是水泥宮 功法了得之外他還會創作藝術 所以我們就覺得哇非常的有趣 那今天就邀請阿虹師傅來跟我們聊一聊 那樹葉有專工 其實做工也非常的酷 尤其之前做工的人那個影集 受到大家很高的關注 那裡面做工的人都那麼帥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其實做工的人要撕掉我們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了 好那先請教一下阿虹師傅 聽說你這個泥座世家已經三代了是不是 對我們算是就外公 外公舅舅 然後爸爸我這樣子 OK 對看看我兒子還要不要結啦 你兒子多大啦 我兒子升高中 喔升高中啊 那他會對這副院有興趣嗎 嗯沒什麼興趣 因為還在就學 OK那你會想要他也繼續做你們這三代做的事情嗎 不排斥啊 因為他算我我兒子女兒他們其實國小就都會跟我到工地 然後就幫忙玩沙子這樣 喔所以他們就是耳如木染啊 對這個泥座工程也不會不熟悉 那一般我們講到泥座工程包含哪一些啊 泥座工程在因為我們是做住家翻修 住家翻修它也通有幾個大項目啦 就是譬如說氣磚的隔間 然後抹墻 抹墻粉光 再來就是可能會有貼磁磚 貼壁磚貼地磚 然後再細一點可能就會有閩石子啦 然後一些工種 對 你做大概就這樣啦 以舊屋翻新 這樣 就是家庭的修繕工程 包括您剛才講的那一些 那像你因為你幾乎是年紀很小的時候就 等於就是成熙 就成熙家中的這個事業了啦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不念完高中再去做呢 我以前住台南 以前住台南 然後其實是我們是有讀抱磚科 因為也是經濟因素 就跟家人上來台北 對 那也是有想讀書啊 那時候 對 可是就中 休學一年 休學一年 南武磚要上來 北武磚要再重考 然後就有點荒廢了 對啊 對啊 因為南武磚要到北武磚 那個考試又更難 而且因為那個 你是六年級後段班嗎 對 六年級後段班 那個時候 因為我是中段班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怎麼考試沒那麼簡單好不好 現在什麼考試聯考 什麼入取率百分之九十九 我們那時候入取率是很低的啦 所以蠻辛苦的 對 那國中畢業 然後因為家計的關係 也就跟家人來台北 你就開始做了 可是那時候年紀這麼小欸 你那時候是從什麼開始做 那時候就是小工啊 所謂的小工就是學徒嘛 其實做工應該是分出工嘛 學徒 辦技師傅 可是當你 像我們自己 就是本身要想當師傅的人 那下面其實都是過程 都得經過他 所以沒有分那麼細 就是學徒 什麼都要做 然後看能不能當辦技 當師傅 什麼都做 那幾年要可以出師 這個是因人而異啦 我自己 我是十五歲做嘛 那到退伍回來二十歲 才算 就有過 有個底 然後才當 就瞬間就當師傅 其實就是這幾年一直在 累積跟養成 這個師傅的實力 那變成師傅 是自己覺得可以出師的嗎 還是什麼樣的狀態 還是可以成為師傅 一般來說比較 籠統就是說 老闆給你師傅的工錢 這最實際嘛 對他認可你師傅的技能 然後就給你師傅的工錢 因為師傅的工錢就是 是像我那個年代是 其實師傅的工錢就三千了 喔 就二十三四年前 二十三四年前 一天就三千塊 對 喔那二三四 二十幾年前這樣很高耶 算高啊 喔 而且我們以前當學徒的時候 那時候 我記得加油站的打工 一小時才五六十塊 對嘛 對 所以你一天下來 工讀生應該是六百左右 可是我們學徒 我雖然是六百開始做啦 對 對 可是我們生的很快 做到師傅就一天有三千了 對 所以 以做工 來說 其實是 賺得到錢啦 只不過說看能省 比較辛苦對不對 對 比較辛苦 比較辛苦 因為 這個泥座 它裡面的工程其實還蠻複雜的 對 那你那時候說要跟著爸爸或是 上一代一起要做這個泥座 你當時心裡沒有排斥過嗎 就很自然就接下來了嗎 我也不能說就是接他們的工作 應該就是說 泥座本來就都是很缺人 對 所以 他知道有一個年輕人 願意做 對 那就 就拉在身邊做了 喔 對 那也不算傳承他們啦 因為他們有 因為我也有好幾個親戚 他們都是做泥座這樣子 喔 對 就各自都是一個小團體 所以是現在也算是缺工的狀態嗎 缺工其實問題應該是這幾十年都有 因為 跟我年紀相仿 我十五歲當學徒 嗯 在工地看到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不會超過五個 對 對 就是跟我同年紀還沒當兵前的 嗯 沒有超過五個 那只會越來越少 我記得那時候畢業我們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是沒有升學 喔 只有你一個進入職場了 對 嗯 以前一個班都四十來個嘛 四五十個 對 四十來個 所以只有我一個人 在三十年前嘛 嗯 對 然後現在不是大家更少指化 其實是都 做工 踏入這個做工這一個行業的人本來就很少 嗯 所以你現在會感受到 因為你現在自己是老闆嘛 自己是師傅 對 那你發現說現在年輕人願意做這個工作的 是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啊 因為縱使他要入門的話 他找不到管道 嗯 對 他找不到 我不知道去哪 哪找 然後 縱使的學校 他其實也也沒辦法 那個 縱使學校有專門教做你做的嗎 欸有 他有土木科系 喔 是 歸在土木科系裡面 對 啊他們會有一些比賽啊 砌 常常有一些會報導說也 有一些鋪貼磚啊 所以他們會辦技能比賽嘛 喔 但是真正從那個縱使學校畢業 要進入職場 真正去做這個工作的 還是不多 又是兩碼式 喔 因為你去比賽 你可能得了前三名 那前三名其實還是往學校去讀 嗯 那就是免征大學 就是直接人生大學 那下面如果說還有人想要投入這一行業的話 去到職場會發現說跟學校教的是脱節的 喔 對 所以來到職場 他又不一定能適應職場 嗯 對 所以就 做的人就又更少 喔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喔 會在你的這個粉磚水泥工上面開始發表一些你的想法的 粉磚 嗯 其實一開始 我粉磚成立應該是前快十年 嗯 對 那一開始還是為了說要介紹我們自己的工作內容 跟 跟我們自己有變更一些工法嘛 嗯 對想要讓 因為開始有手機有部落格 對 然後讓大家看到 我才不用每一個 每一個看的屋主都要解釋一次 嗯 對 可以讓他們先做的功課 先了解一下 你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然後你們有什麼案例可以給他們參考 對 那寫著寫著寫著 欸 就好像大家對於你的這個部落格裡面的呈現 覺得 欸 滿不一樣的 因為你後來還用水泥做創作 對 就是有 有用水泥 然後去 去染色 就我們有一個無框化的課程 水泥框化的課程 是 所以你現在也有在授課 教這個部分 欸 它算是一個創作體驗 哦 對 然後讓 讓 素人來上課的 他 他就是可以創作一個無框化 嗯 所以他會比較 以藝術的方式呈現水泥 嗯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水泥工的臉書粉絲團上面來看看 阿虹師傅有一些創作在上面 那當然就是 呃 身為這個 呃 水泥工 其實真的工作也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苦啦 還有他所觀察到的一些可以跟大家討論的面向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當中繼續聊喔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今天訪問到的是水泥工阿虹師傅 阿虹師傅擔任水泥工作 已經有將近快30年的時間了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是非常年輕 那等於就是15歲就開始做了啦 那對於這個做水泥產業來說啦 他需要做的這個事情 他其實是像一個家庭的修繕 做的工程其實也蠻包山包海的 那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你在這個領域當中 那你也知道說泥座技能啊 怎麼樣可以讓他有不同的技法 所以你們的泥座技能是你自己去研究的嗎 泥座技能大概九成以上都還是要傳承舊有工法 這些工法都還是很適用在這些裝修內容上 那至於說因為建材日新月異嘛 有很多蠻漂亮的一些進口磁磚啊 或者是說一些進口的材料塗料 我們還是得更新一些做法去調整 然後再去迎合材料的施工方式 對因為不同的材料 他可能施工方式還會有點不同 對 所以也是要與時俱進的去更新自己的工法 對就是我們還是要揣摩看看說要怎麼做 然後銜接舊工法去延伸它 那如果說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覺得最辛苦的部分是什麼 因為你十五歲就開始做了嘛 那中間有想要放棄的時候嗎 最辛苦其實就是體力 對因為一包水泥是五十公斤 就是一定就是五十公斤 一定就是五十公斤 一包水泥五十公斤 對這一定是比比我重 對所以你看我們十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小朋友的體格 對 五十公斤是抱不動的 哇 就是你是扛不起 齁齁齁齁 然後你是咬著牙用抱的 然後撐起來走兩步就沒力了這樣子 對所以一開始做當學徒的時候 我是提一桶水要兩隻手 然後搖搖晃晃的 嗯 對 然後水已經漸一半在地上 這樣子 所以體力活是還蠻吃重的 一包水泥五十公斤 二十年前就是這樣 現在還是這樣 五十年前都是這樣 呵呵呵 就台灣一直以來都是 五十公斤一包水泥包 對就是純水泥包裝 哦 所以這個當過水泥 不管你是從這個學徒開始做起 還是師傅都是還要搬就對了 欸像大建案 當然他們有時候可能會分工比較細 有專門搬運的工 嗯嗯嗯 這樣子 那我們做住家案 一點點東西 你不可能 專門再請一個師傅來搬 嗯 對 所以你一定得要有 自己的體力 你體能已經變成是你的基本工 哦 對 可是這個基本工 就有點像重量訓練一樣 對 這不是重量訓練嗎 五十公斤 那為什麼不能有二十五公斤的啊 其實有 我 最近我們其實在粉專都有在丟這個液體 哦 對 這個 會讓我們後面 如果有這種比較輕少包裝的 譬如說四十也好 對 二十五也好 哦 它總是讓人是抱得動的 因為像人高馬大的歐美國家 你的粉專也有分享 對 他們也有二 比較輕的對不對 像日本有二十五公斤的 對 那我們就會變相的相對吃重 嗯嗯 那其實水銀廠商他們有去 去工地問這些師傅 說 建不建議換小包裝 嗯 那你問到的可能是老闆 老闆就不建議 老闆會有經濟考量 哦 一次能夠扛五十公斤是最好 嗯 又省成本 嗯 然後速度又快 那你相對的你分裝成二十五之後 成本一定變高 因為包裝材料費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師傅本來一趟五十公斤 他就要分兩趟 嗯哼 對 所以 呃 你你這些 問到的不是基層師傅的心聲 瞭解 對 所以如果從基層做上來的這些水泥工師傅 他們應該 都一定有扛過五十公斤的水泥 對 甚至老師傅一定會臭屁說他年輕的時候扛個兩包三把 哈哈哈 哇 可是這好像不符合 人體工學 人體工學 對 對 這是職業傷害啊 這就是職業傷害 所以你們應該都有一些很很固有的職業傷害吧 會 我們就是腰傷 例如什麼 腰傷 對 只要有時候可能天氣冷 熱身不夠 嗯 可能一蹲下去要包一包水泥就 那閃到腰吧 哦 而且一定是從舊年輕那 那個舊傷 哇 那閃到腰的話 其實有時候閃到腰是非常痛 幾乎是不太能走路耶 甚至睡都會痛啊 睡趴著都會痛啊 所以難怪很多師傅都要用護腰 對 因為他要撐住他的腰的出力點 所以你在你的粉絲團上面也有呼籲 拋出這個議題啊 對 就是說歐美這個國家人高馬大 他們都有這個比較輕量的水泥包 那為什麼台灣都是50公斤包 對 對 這不講我們都不知道耶 對啊 所以我有聽包裝廠商有說有 然後有在做了是 有做試用帶出 應該是會試看看 哦 試水文版 是是 所以這個等於是很基層的這個水泥師傅啦 他們 他們大概每天都會碰到的問題 對 對年輕人來說 他也希望說 我想要學泥做也不要那麼 搬得那麼辛苦 會不會一開始就是要搬50公斤 他就打消念頭了 這個50公斤的水泥 其實讓年輕人卻步了 嗯 對 因為太太重 真的很重耶 很多人一輩子是不可能去搬那麼重的東西 哦 一定是兩個人扛啊 對那你們可以兩個人扛嗎 可以啊 可是相對就是成本問題 哦 就變成說 花同樣的時間 你只能弄一包 對 哦 所以這個 重量訓練是基本功 對泥座師傅來說 對 所以一線的泥座師傅來說 就是泥工會斷層 可能也是跟這個滿有關係的啦 而且現代人可能又更不能夠 沒有像老一輩一樣 他可以承受這麼大的一個負荷 對 就是吃苦的能力 對啊 因為包括這個當兵都沒像以前那麼辛苦了 對不對 真的 以前是不是當兵也是要扛什麼沙包來跑步 以前當兵 我記得我們有那個50公斤的米 白米袋 哦 對那也是50公斤 那也是50公斤 只是當兵可以兩兩戶住啊 哦 兩兩戶住一起搬 但是你做師傅幾乎就是一個人要搬 一袋一袋50公斤的水泥 這個是一般民眾是看不到的地方 那因為現在幾乎什麼都漲 那對於想要從事泥座工作的朋友來說 就會變成是一個門檻啦 對 那像一般的技術領域啊 大部分是吃吃力嘛 那像你們之前也是說 一定要從這個學徒做起 然後一步一步往上爬 那你跟到什麼師傅就蠻重要的啊 對要跟對師傅 那跟對師傅那個師傅 是要怎麼樣才是一個好的師傅啊 這個就又是另外一個學徒不敢學的因素 就是說 我不知道去哪找 我想要學技能的師傅 嗯 對 然後縱使我找到這個師傅 這個師傅的工夫 沒有一個機構或者是證照 沒有認證對不對 所以我可能找到的 我之前有說 我說你可能當師傅 領師傅工錢可能六十分及格 你就就有那個門檻 嗯嗯嗯 對可是這個師傅在做之前 能細心的檢視周圍 哦 然後 做的做的很精準 那他可能就是七十分的師傅 八十分的師傅 嗯 那你能做到說 做完之後又乾乾淨淨的給屋主 然後讓屋主覺得說 哦你很專業 很有品質 你就是一個九十分以上的師傅 哦 對所以師傅我覺得 你可能六十分就是一個門檻 嗯嗯嗯嗯 可是這些學徒來他不知道 你我不可能寫我是九十分的師傅 我不可能貼在臉上嘛 哦 對所以 這個這個就還蠻讓 讓人家困擾啦 嗯 很多人會抱怨說 哎我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 是功夫很好的師傅 嗯 那我怎麼可能會花那麼高的價錢 我就會比到最低價 哦 就會還是又消價競爭了 到最後就會有點變相 而且你找到的您做師傅 不一定是您做師傅 他可能是 油漆師傅 嗯我們曾經在建案場上 嗯 然後因為我們是是民宅 對不對 對就是你們譬如說 蘇維你敢買一個新房子 對 新建案的話 嗯哼 那我們去整修 嗯 那工地會有別的 別的案子在在裝潢 嗯 建設公司的案子 那你會發現建設公司 今天來的這個師傅 今天在做防水 隔天看到他 他在接水管 然後後天看到他提了 這個水泥沙 在修修補補 哎 所以他其實不是那麼專業 哦 他變得好像就是 他什麼都都可以做 可是不一定做這麼紮實 對 就是沒辦法做到 你譬如醫生是內科外科 可以做到精準 是 所以 所以像一般人 如果說我要整修房子的話 因為每一個人選擇不一樣 他例如說 他可以直接跟阿虹師傅聯絡 他說如果找到你的 這個粉專的話 他可能會問說 哎那可不可以做 但他也有是包給 例如說他包給同包 對不對 同包給什麼公司 然後什麼公司 再發包下去 那這有什麼差別啊 我當然還是建議 因為設計公司 同包他們有各自的功能 因為這樣子你裝修一個屋框 屋子 譬如說你裝修一個廁所 你就會有很多公班了 你要有拆除 有泥座有水電 甚至有天花板 有木座這樣子 然後可能修修補補 還有這油漆 你光是一個廁所裝修 可能就會有好幾個公班 對那你找到設計公司 那你找到設計公司 找到統包公司 他就能幫你統籌 然後進度工程安排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報價的評估方式 你就不用為了做一間廁所 去找了五個廠商 然後再來整合他們 所以說一般的民眾 如果他有裝修的需求的話 阿宏師傅你是建議 我們去找一個統包的話 還是說個別 就是去找這種專業的 我的建議還是找專業的 譬如說設計公司 統包都OK 至少說 他們能讓你 你找了幾個這種廠商 你才能統一的去評估 評估內容 甚至我們說 說白一點就是比價 但是這個 消價競爭的情況之下 會讓這一些 就是師傅 他覺得更難賺 更無力感 這會嘛 對啊 因為消消競爭這蠻可怕的 蠻可怕的 所以說一分錢還是一分貨 在建材的話 是 就是你要找到有信譽的 那一般的民眾 大概自己 如果說有這個比較的話 會知道說 什麼是有品質有信譽的 這個不管是水泥工也好 木板工也好 其實他都會有不同的差別 如果大家有遇過說 你做完之後發現 哇 怎麼這個起一起 然後那個又沒有貼好 你就會發現 哇 很神奇 那所以這個專業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水泥工 阿虹師傅 馬上回來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今天訪問到的是阿虹師傅 他是非常有高超泥做技巧的師傅 水泥工 那之前因為大家很新奇的看到 阿虹師傅在做工的時候 你怎麼會用一種很像不可能的任務當中的那種 那種好像雷射 雷射光是不是 是 那你那個當時是怎麼會有這樣想法的 其實他是我們 現在其實工地都會有蠻普遍的這一個雷射儀啦 對 那可能是因為我那個 我們要做牆面的基準 我們稱為 專業一點稱為灰質 然後邊條 那他必須在牆面去標出他的垂直線 平整面 那因為有鉛棉線嘛 所以那雷射光打在棉線上 他會有好幾個線條出現 所以那個畫面拍起來就會還蠻特別的 對那個畫面看起來真的很像Mission Impossible當中 你要躲離那一些雷射線 要跨過 要跨過那些線 所以就是說這個你做工法 其實是每個工序都還蠻細的 加施工的細節還蠻多的 就是細節很多 然後你看能不能做到那麼細膩而已 那要做到細膩 這跟每一個師傅他的技法 還有他的個性還是有關係吧 對 當然眼睛也有問題 就是我們要精準 然後當然細心 嗯 再來就是要有點強迫症 對因為那個很細心欸 對就是其實你看那個磁磚的排水 可能差一點點他就積水了 對啊 對然後磁磚的高高低差 讓你覺得不平 你腳就會踢到 哦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做要求也是很細膩 對 只不過 那如果說有一些人想要學的話 會不會比較不符合你的要求啊 會嗎 就要磨啊 對 對他不只是我們剛說的體力要磨鍊 以外 嗯嗯 再來就是技術性的養成 嗯 對這個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泥座他是純手座啦 嗯 他沒辦法說 不用用機器 去復刻 嗯 去量產 他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工地現況 都有不同的狀況 嗯 那你怎麼去把每一個 施工細節都顧到 然後做 盡心做到最好 嗯嗯 所以他裡面很多的細節啦 的確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對 那剛剛有提到阿虹師傅 你也有創作嘛 用水泥創作出無框化 對 這是 怎麼樣會有這樣子的構想啊 呃 前幾年蠻流行 工業風 嗯 所以像這幾年不是也有個差跡 差跡風 對對對 那就整間素素的很像水泥灰啊 是 然後 很漂亮 其實這個 我們在暗場上面一直都有在做 類似這種風格的 嗯 的無框 嗯 然後一個主題牆這樣 那無框化的內容是 剛好我們 有 手作老師 一個木工師傅 阿彥師傅 然後他有邀約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它 做成這種小 小面積的類似框化 或者是樣板的 嗯 嗯 對 然後姻緣季會在兩年多前 才去 開這種課程 對 然後也是 蠻訝異說 課程 就是蠻受歡迎的 哦 那來學習的都是什麼樣子朋友啊 都有 其實他 不設限 素人啊 設計師啊 欸 工班朋友啊 嗯 然後有一些 手作老師啊 嗯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欸 他 他不 他不算是 技能的學習 嗯 他算是 藝術創作 我們對 我 因為我是水泥師傅 嗯 所以 我 有一種使命是說 我要去推廣水泥的 讓你看到水泥的美啦 嗯 水泥可以有不同的運用 對 嗯 那那調色的部分呢 調色 因為水泥 它就是水性的東西嘛 嗯 那 就是加有 有色素的色 色漿 嗯 對 鹽量都可以去調色 嗯 不過水泥它沒辦法控色 控制顏色 它可以調色不能控色 因為水泥加水 顏色變深 對不對 可是它乾了之後一定會變 變淺 哦 對 然後你再加上我們在 在慢抹 嗯 在抹的時間差 它的水分 乾縮的速度一定會不同 所以一樣的 一樣的紅色或藍色 它在乾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 輕微色階的落差 哦 所以沒辦法控顏色 水泥 水泥會沒有人去推廣 就是因為 控色不易 控色不易 然後它重 嗯 然後沒有人 水泥就是給你的概念 它就是基礎結構 嗯 它不是 它是藏在油漆 藏在任何 藏在什麼 美輪美奮的板子後面 了解 它其實就是一個配角 可是現在你剛有提到說 工業風蠻盛行的 所以現在有幾乎 就是裝潢裡面 就直接用水泥的也有啊 會 它可能會做一個主題牆 做一個主題 或者做一個空間 都是灰色的 OK 對 所以不是有無印良品嗎 對對對 無印風 欸 他們那種風格 現在蠻多年輕人蠻喜歡的 對對 就是素素的 什麼素 就工業風或是 有那種廢墟的那種感覺的 對對對 或是什麼頹繪風 斑駁美式的這種感覺 對斑駁的 欸那你如果水泥調色的話 可以做出圖騰或紋理的形狀嗎 可以 對 所以它很特別啊 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課程 這個水泥漫模無框畫嘛 它這個課程我們就是分享 用泥座師傅的工具 跟水泥這個素材 然後去創作你自己的畫 那課程我們就會教你 用蠻刀去堆疊出紋理啊 去顏色的沙漿堆疊 哦那蠻刀是不是就有點類似 畫油畫的時候把那個 它就是放大版 放大版 對對 哦這也蠻特別的 更難控制啦 哦更難控制 更難控制 好那像這個開課你就是 呃幾年前開課之後 現在都有固定的開課嗎 有啊像我們下個月是在 對在哪裡 瓶蓋工廠 瓶蓋工廠裡面 哦那你們一次 招都多少個學生啊 呃因為我這個課程 算是我的推廣 不是主力啦 不是主要營利的 對對靠這個會餓食 就是推廣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是 像今年大概只有四五堂課 哦 所以每一堂課 平均都會招生 大概二三十個人以上 那也蠻多的耶 算多 因為大家都一直在等 等我們的課程的公佈 那有沒有其他的什麼 水泥師傅會學你要來開這種課啊 呃目前為止是沒有 哦 以後不知道啦 但就是因為變成阿弘師傅 你很有這種 其實你很有藝術天分啦 然後你自己對於水泥工 這個行業也有很多想法 就是以前我們都會說什麼 呃唯有讀書高 你就是要考高分 你要不斷升學升學升學 但是因為阿弘師傅 你那個年代 其實只念到國中的真的不多 對沒錯 至少都要高中職 至少都是高中職嘛 對 那你因為家庭的關係 所以也只好放棄升學 然後就進入了這個 呃泥座的行業 對 那這樣一路坐上來 其實你對於泥座這個行業 而且還蠻有使命感的欸 這幾年開始就覺得說 欸我如果說沒辦法把自己 自己的旁邊的人傳承下去的話 那我是不是有別種方法能讓更多人認識 而且泥座技法 而且泥座技法他其實是真的很專業啦 他不是說只是為了要這個混口飯吃啊 或者是什麼 他其實是蠻有專業的欸 對 他因為他是基礎嘛 那等於就是基礎 那對於這個民眾來說啦 我們對於這個樹葉有專攻這句話 其實是越來越有深刻的體悟 包括了各行各業 像以前都覺得 做餐廳 不是很累嗎 整天跟火在一起 然後做麵包 麵包師傅 結果沒想到現在這幾年 各行各業都是出精英欸 只要是有技能 對只要有技能 他其實都現在 以前的一技之長很重要嘛 對以前我們聽到會覺得說 欸 你好像在跟我講廢話 嗯嗯嗯 對 你跟我講 像以前在工地 大家看到一個15歲的我嘛 就說啊 不錯啦 學格一技之長 可是你回家 你一定叫你兒子繼續升學 對啊 你叫他說你能念就趕快多念 不要像我 就是體力花這麼多 對 那殊不知 其實現在 因為已經有點反轉了 就做 做我們這種技能的師傅 變少 對 變少 然後反而其實薪水 也比一般公司行 可能要多 當師傅的話 肯定是這樣 只是說就是 耐不耐的住這個 前期的其實蠻辛苦的 對 對 體力啊 跟技術的養成 嗯 這個還是得耗時間 是 沒辦法說有一個 有個課程呢 讓你保證半年當師傅 嗯嗯 那因為你15歲就去工地裡面 開始做水泥 然後一直到現在 你做都快30年的時間 你自己當老闆 然後做當師傅 然後你自己對於這個水泥座 也有很多的想法 對 你會覺得台灣民眾 對於這個行業 已經開始有不同的想法了嗎 開始會 因為你每個人都會有 買房子或者是舊屋返修的需求 嗯 然後當你發現 你要找一個泥座師傅很難 嗯 你就會覺得說 哇 原來 原來好的師傅是很缺工的 對 嗯 就是不是濫於充塑的那一種 是你真的要一個很專業的 對 然後他懂得那個結構 然後技法 對 可以幫助你完成你心目當中 那個 Dream House的那種想法 然後又讓你能放心 嗯 對 就是我覺得我 我花錢找這個廠商來做 是我可以覺得 放心的 嗯 甚至可以跟人家介紹說 啊 我們家是阿虹師傅 嗯 他們做 嗯 那像阿虹師傅 你如果代工搬出去的話 你一定會特別叮嚀 他們哪些部分 欸會叮嚀的部分 就是按部就幫你做好了 嗯 然後不敢工 嗯 就不要趕著 幫我完成 嗯 你該步驟要照順序做 然後防水啊 試水啊 然後磁磚貼瓶 就是我們以 東西做好為優先 嗯 而不是做快 是 對 我知道有些工班 他們接的工很多 就是比較雜 比較雜 對 他可能接的那種類型很廣 對 他可能 譬如說 我統包來說 嗯 有些業界有些統包的嘛 然後他可能不是專業 像我們是泥座師傅 那他一定是連泥座的都統包起來 嗯 可是他下面的師傅就 你不知道他是從哪來 哦 或者是說他不一定每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剛說的有砌磚抹槍 對 鐵齒磚 他不是每一個東西都是這麼鑽 鑽金 嗯 對 所以 呃 這些廠商下來的這些師傅 你是很難去知道他的品質 嗯 嗯 了解 那經過阿虹師傅這樣跟我們 呃 分享的話 我們其實也大概比較了解啦 因為可能每一個人都有裝修的經驗 然後裝修出來的經驗好壞 各有不同 對 我們就覺得嗯 怎麼會這樣 這怎麼會 比怎麼會這個到處都是有一些 好像都沒有做完成的一些工作 對 嗯 有時候就還要重新再 再找一批 來做 這樣就真的是花錢 然後又 又傷神 對 又傷神 然後又會覺得說 欸 怎麼會這樣 難道台灣沒有好的泥座師傅嗎 就會花錢買教訓的感覺 那因為阿虹師傅 他在他的那個粉絲團上面都 都直接就是水泥公阿虹師傅 是啊 所以他 他更會很專心的去去完成 這個客戶想要做的 他們達到的這個目的啦 是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今天訪問到的是水泥公阿虹師傅 你可以到這個阿虹師傅的粉絲團 就是水泥公 上面來看看阿虹師傅常常會發表 不管是他的手作課程啦 藝術藝術作品啦 或是他上課的內容 以及他對於水泥做這一個產業 他有一些看法啦 那我發現 這個阿虹師傅你的文筆不錯欸 你剛剛說你國中畢業就要去就去工作了 然後就覺得說沒有繼續念也是蠻可惜的 但是我發現你的文筆真的是不錯 所以你應該小學國中有好好的念書 國中成績不差 所以沒有再繼續升學真的蠻可惜的 對阿對我們以前成績 我記得我連考也快600分 喔那真的考得不錯欸 二中 男二中 可是我不喜歡高中 我到最後去報武專嘛 武專 喔對 其實心裡有一個不想讀書的靈魂 嗯就是有一個叛逆的靈魂 比較反骨啦 但是他做任何一個行業 他只要有熱忱 然後很專注 那對這個工作是很尊敬的 其實到做別人也會尊敬你 所以就像是各行各業 現在台灣其實都對於各行各業 越來越尊重 並不會覺得說做工的人就特別怎麼樣 那像之前那個林立青 他寫做工的人那本書 他裡面就有寫到 很多就是在工地裡面 上班的這一些做工的人 他其實他自己會知道說 他每次去7-11便利商店 好像旁邊的人就會稍微退他兩步 或他自己會不好意思 他自己會把鞋子稍微弄乾淨一點 或是這個等等之類的 那事實上每個工作真的都是很辛苦 那你如果很專業很認真去做 都值得大家尊敬 就像阿翁師傅他做水泥 那像你這個粉絲業現在很受歡迎 你在上面就會有很多的想法等等 那對於這個同行的人來說 他們也會是一個成長的動力 就分享一下說 畢竟我們在業界從業還是有點時間 對 那不管是比我們之前的師傅 還是跟我同輩的師傅 他們其實也會看到你做產業 比較不同的面向 正向鼓勵彼此 對呀正向鼓勵 當然也會有一些就是比較羨慕嫉妒的同業 但是這個就是每個行業可能都會有 但是你只要就是把自己這個工作做得很專業 然後與時俱進 像之前我知道好像還有這個香港的這個建築師還是什麼 有邀請阿虹師傅到香港去 對我們就是透過粉專 然後去那邊推廣我們台灣師傅一些水泥的一些手作啊畫面啊 去那邊也是讓我們有個泥座的算是國際觀嘛 嗯嗯嗯嗯 就互相交流一下 對 所以各國的泥座手法還是有點不太一樣嗎 不太一樣 可是基礎都是很像 基礎其實大概八九成都是很像 那去到國外你會發現說 原來台灣師傅認真做我們的技術其實很好 嗯其實很好其實就是一代一代那種土法鏈剛下來的 老一代他們那個應該都蠻堅實的那種技巧 對而且如果說我們稍微更新一下 有一些想法的話 台灣師傅比較聰明嘛 對所以我們其實很多做法 他們看到都覺得會國外看起來 就比我們還落後一點 哦就是我們學到這個工法之後我們還會舉一反三 會更新然後再去微調 哦再去創造可能比較屬於台灣的工法 不會那麼失敗 對不會那麼失敗 哦 對我在我所知 我覺得台灣師傅 台灣泥座師傅的功夫真的是不差 嗯嗯嗯 對只不過沒有 不知道怎麼分享他 是 那但是沒關係 阿宏師傅有把這個水泥泥座這個行業 讓大家知道他裡面有什麼 我們平常比較不了解 或者是你對他有一些刻板印象的 你可以透過阿宏師傅的分享 了解 更多的訊息 那其實哇原來水泥也可以拿來創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報阿宏師傅的課程 其實他這個是蠻多面向的 那最主要就是我們讓大家知道說 各行各業 他都有他的專業 你真的是十年磨一劍 對不對 那阿宏師傅做了三十年 所以你大概會在第幾年的時候 你發現說哇 你對這個工作 你可以把它當作你的 你的置業來做 第幾年喔 應該是說經濟壓力比較少的時候 對因為畢竟做工還是以賺錢為主 對還是現實面 家人顧好 家人顧好 然後你不用在太 餵錢每天要煩惱的時候 也是會煩惱 只不過說你要釋懷一點 不要那麼 因為現在就是通貨膨脹 然後物料全部都上漲 其實對於各行各業都是影響蠻大的 那今天真的很謝謝阿宏師傅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我們聊聊阿宏師傅的工作 也讓我們更進一步知道 水泥做的產業他們在做些什麼 謝謝阿宏師傅 謝謝你喔 謝謝蘇維 好 接下來是 鎖定小玉 求迷迷的pop 搶先包喔